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日午饭后 马女士与女儿们各自午睡 醒来发现小女儿不见了 只看到她留在作业本上的一句话 世界很大 我想去看看 我带了钱 你们不用担心 马女士告诉澎湃新闻 小女儿活泼外向 暑假作业已经做完 是发现和家人没有发生矛盾 检查发现 女儿只带了900元现金 没有手机 身份证 家人马上去车站找 了解到一名摩迪斯基在过我女儿 说想做大把去杭州 马女士说 家人当晚就赶到杭州 拨打妖娇临求助 杭州警方调取监控发现 7月30日17时 王龙玉在汽车北站公交站上 和649路公交车 21时左右出现在一个购物中心 像在行况 当时穿白上衣 蓝色牛仔背发裤 白色球鞋 白黑色大笑脸图二的双肩背包 手提具黄色手机带 从监控看到 女儿当天在便利店里过夜 不是露宿街头 我稍微抱心一点 马女士说 她们在杭州没有亲戚 女儿也不玩网游 可能是上学期学中国地理 只看到杭州的介绍 觉得这个城市很好 想来看看 好的 Grammar 好